今天要给大家录的就是一期 我会做什么运动来兼职和健身 然后就是以视频为主吧 就是我会说的都是 平时一些我会做到的运动 其实有看过那一支 我减肥要吃什么视频的人都知道 其实我减肥主要是做运动和靠饮食 我运动的话一般都是做普拉提之类 或者是瑜伽 一些电伤的运动 或者是做一些室内的那些 舞蹈性的动作吧 我不是很喜欢跑步 因为我觉得跑步 因为我的腿型本来都不是很好看 我总觉得 我总觉得跑步的话 会让我的腿的肌肉 看起来线条更不好看 所以我就比较不是很爱跑步 而且跑步要去户外嘛 就有时候懒得 懒得去户外运动 就喜欢下班回家 然后自己做一些室内可以做的运动 我今天第一个要说的就是 我平时会跳的一些减肢健身操 如果有做过Insanity的 都知道那个教练熊梯嘛 然后他有出一系列就是 那一些比较基础的hiphop动作的舞蹈 他这个系列都是这一些 比较基础的hiphop动作 然后有分解动作 然后就是你可以跟着他 一步一步的练 然后就最后面的话 就会跳出一个 大概是30秒左右的连贯性的动作 然后这些动作运动量 其实我觉得是中等的吧 就是你可以在一边学习 舞蹈动动作的过程中 一边运动到自己 这样的话也不会觉得比较枯燥 像有一些健身操的话 你就只是一直机械的 重复那个动作 就特别无聊 就是这种健身操呢 我也研究过挺多种的 然后也跳过挺多种的 最早的话跳的就是那种振多燕的小红帽啊什么的 然后后来就发现有这一些比较有节奏感 然后是属于hiphop系列的 我觉得还蛮好的 他这个系列一共有八套还是九套动作吧 然后就是B站里面就有 你们直接搜熊梯就可以搜到了 然后我就是这个我也跳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还不错 很适合就是没有什么舞蹈基础 然后又想学一些舞蹈顺便健身的人 可以看到他这个系列一共有九套 第一个是介绍的 所以可以忽略不计 然后可以跳的就是二到八 可以跳的就是二到九 而我比较喜欢跳的是那个Go for it 还有那个You got this 这些都挺不错的 然后运动量也够大 然后in the pocket也还不错 我觉得你们可以都去试一下 这一些的话你一周做出来的话也正好 他运动的时间基本上是在三十到四十分钟左右的 然后除了熊梯呢 我还会跳那一个Pump Up Up的话比较出名的其实是2004那一版 但是2004那一版我已经跳了有段时间了 就之前大学的时候也有跳 我觉得有点腻了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2012版的 它对腿部训练好像比较强 因为有很多那种蹲啊什么的 然后这样的话 我因为最近是腿胖的比较多嘛 然后我就比较想把腿部大腿的那个肉练紧实一点 所以我就选择这个2012版的 Pump Up它都是前面的那一种站立式的动作 跳大概30到40分钟之后 后面还会有十几二十分钟那种垫上的动作 然后还有一些舒缓拉筋的动作 这一套做出来的话 我觉得就足够一天的运动量了 就是如果你不想跳熊梯那一种hiphop风格的话 你可以跳这一种pop up就是比较偏健身操当中 然后其实也有加入一些舞蹈元素的那种运动 我觉得还不错 2004版的呢 它也是就是舞蹈动作会比较多吧 然后还配合了一些自由搏击的动作 然后我觉得总 就是整套下来综合性的话还不错 但是就是跳下来的话还蛮累的 就是有兴趣的小鲜女们都可以去试一下 然后选择处理自己最喜欢的运动的那种方式 除了pump up还有熊梯的那些的话 我还会跳这一个尊巴 尊巴的话很多人会问我说尊巴是什么 其实尊巴就是一种舞蹈型那种运动吧 其实也是小S那边 其实我也是看小S我练了之后 我才知道有这个运动的 然后我最近发现有这一种韩国舞蹈系列的 它这个系列大概有20首左右的歌吧 然后都是一些比较火的那种歌 比如说Big Band的 还有一些什么XO的 还有一些悬崖的之类的 然后就是涉及的都 就是各种类型的舞蹈风格都有 然后有一些都是 就是基本上都是你跟着跳就能跟上动作的那一种 不会说很难学 没有舞蹈基础的人 学不会的那一种 所以我觉得如果对前面两种我说 那个都不感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试一下这个韩国舞蹈 尊巴 我每天都会跳最近 然后基本上跳四个舞蹈 你就全身都是汗了 就是那种 就全身都汗 然后运动背心会诠释的那一种 所以我觉得这个运动度的话 应该是还不错的 因为按照出汗的程度来讲的话 它真的还不错了 除了那些之外 我还下载了一个keepAPP 然后keep里面其实比较多的 就是身体塑形的那一种 比如说这种人鱼线雕刻 马甲线雕刻的这一种 我如果平时不练前面说的那一些的话 我就会练keep 然后keep的话 我一般会做三到四套动作 比如说先做这一种 比如说先做一套这一种人鱼线雕刻的动作 然后再做一套马甲线雕刻的 马甲线雕刻做完之后 会做一些腿部拉伸运动之类的 然后这样的话 你整套做下来的话 也差不多要三十分钟到四十分钟左右 这个运动量的话 其实这个运动时间来讲 对一个正常的上班族来讲 其实已经是够的了 就是还挺推荐的 最后一个要说的 就是这个美丽芭蕾系列的 美丽芭蕾系列其实有挺多的 然后最出名的 应该就是这个天鹅臂的吧 然后天鹅臂的话 我最近每天都在练 因为过阵子 因为过阵子我要当半年了 然后最近因为发胖了嘛 就觉得自己的手臂很粗 因为当半年是要穿那种漏肩的 因为当半年是要穿那种小礼服嘛 所以我就想让自己的手臂线条 看起来好看一点 然后最近都在猛练 希望再过两个月的时候 我的手臂能纤细一点 希望再过两个月的时候 我的手臂能变细一点 美丽芭蕾系列的那一个瘦腿操 你们 美丽芭蕾系列的那个瘦腿操 也是非常的了不得 练一套下来 你会感觉你的大腿和屁股 都要炸裂的那一种 超级无敌类 因为它的动作都是 一直在同一只腿 然后疯狂地练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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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练慢慢练的话 你就可以 那个时间就可以一直叠加 一直叠加一直叠加 到后面的话 整套练下来都没什么问题了 这个我也挺推荐的 以上就是爱不住减肥时期 会做的运动 还有就是 其实说真的 减肥真的就是七分靠吃 减肥真的就是七分靠练 三分靠吃 你不能说 只靠绝食啊 或者是精简饮食来受 或者是只靠运动 然后你还是猛吃那一种 就是任何东西 你都是要讲究一个搭配的嘛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习惯对各位需要减肥的 小鲜女友帮助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